今天的AT各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回控5号 简选原因是 受惠加息周期 息差阔阔 汇丰近年盈利增长向好 过去三年持续增加派息 去年起恢复派发玫瑰息 全年一共派息 每股是0.61美元 那年增加91% 派息比率大约是53% 汇丰曾经表示 2023和2024年度 派息比率大约是50% 彭博综合劝赏预测 汇丰2024年盈利按年增长14% 意味全年有望派息0.7美元 按汇丰昨日收市价62.4计算 2024年预测股息率达到8.8厘 按彭博综合劝赏预测 更有望达到9.7厘 对比同业 汇丰具有派特别息的憧憬 汇丰3月底 完成了将加拿大 汇丰银行和附属公司 出售给加拿大王家银行 预计今年第一季 确认出售收益49亿美元 汇丰计划在4月30日 刊发今年第一季 一并宣布派发 每股是0.21美元的特别息 如果获批预计会在6月派发 走势上 受惠高息长卦 汇丰今年以来反复向上 近日股价创出 2018年2月以来的高位 65元后出现回调 昨日收捕62.4元 策略上 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 中期上网大行级预的 平均目标价是74元 未有货的投资者 可以在60元附近吸纳 相当于2024年 预测股息率10厘水平 回吐到56元 适宜置舍